一方是召唤魔鬼的邪教,利用女性生下魔鬼之子 另一方是追杀魔鬼的极端组织,采取血腥暴力的手段将其扼杀 这部《黑仙女》讲的就是两方势力斗争背景下,一代人的悲剧 有时候,人比魔鬼更可怕 这群看起来疯癫的人聚在一起 正是在通过仪式召唤魔鬼,被靠在床上的女人就是他们的祭品 用烧红的烙铁在她胳膊上打下烙印后 这种邪恶的仪式就正式走向了高潮 魔鬼上升后,这名女子就怀上了魔鬼的孩子 魔鬼之子的诞生不像人类需要怀胎九月,而是一个月后就会出生 并且没有期待,这些魔鬼之子具有更强悍敏捷的身体 以及对外界的超强感知力,但身体里一直在产生着毒素 每个月都要通过牺牲其他生命排除一次,否则就会独发而亡 而一个民间组织,由一位大学教授领导 他们四处抓捕怀上恶魔之子的女人,将其引产后毁灭 由于他们的手段非常残忍 遭到了政府的禁止,于是转变为地下活动 怀上魔鬼之子的女人也销声匿迹 而一个在各方势力追捕中幸存的恶魔之女 在其母亲的保护下,躲在山林里长大成人 直到母亲出了意外,这天下着飘泼大雨 刚刚结束完相亲的春辉一家人 在路上一边开车一边开心的聊天 父亲分神的一瞬间,撞倒了一个女人 他们下车查看时,她已经失去了生命 后来警察调查后,得知这个女人被附近的村民称为狗夫人 因为她总是从外面收养流浪狗回来 警察把事故跪结于自杀 带着春辉一家人去了狗夫人家 见到了用铁链锁起来的小安 小安被他们带到了太平间 看到母亲去世 小安完全不知所措 常年与世隔绝的生活 让她缺少处理这种事情的能力 幸好春辉不是一个逃避责任的男人 她帮小安办了停尸手续 但停尸房的一个工作人员 发现了她母亲胳膊上的烙印 她立马打电话告诉了远方的教授 而回到家的小安也通过自己天生的能力 感受到了教授一行人的到来 她逃走了 教授只抓到她一根头发 无处可去的小安选择去了春辉家里 春辉下班回来 被蜷缩在床下的小安吓了一跳 她暂时先安排小安住下 然后打算帮她找能收留她的福利院 但当他们看到福利院里糟糕的环境 以及工作人员的粗暴行为后 春辉一时心软又带着小安回家了 于是她临时收留了无家可归的小安 小安倒是很聪明 逐渐适应了现代人的生活 每天守在家里看喜洋洋 还学会了画画 两个人倒是相处得非常融洽 只是有时候晚上 小安会悄悄出去 咬死一只可怜的小狗 来排出体内的毒素 小安对春辉越来越依赖 直到有一天 教授找到了春辉 告诉她小安就是传说中的黑仙女 是曾经从自己手下逃走的女人所生 她是恶魔的后代 接近春辉只是为了延续恶魔的血脉 最终会将她吞噬 春辉认为她一派呼言 恼怒离去 晚上回家的路上 教授的胖子手下跟踪了春辉 但被她发现了 两个人缠斗一番 胖子跑路 但春辉负伤了 用心打扮好等待春辉的小安 看她带着伤回了家 用她的能力感应到了事情经过 当天夜里 胖子正在上班的时候 小安悄悄潜入了停职房 胖子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小安咬死胖子后 在天亮前回到了家里 而这天春辉的相亲对象来了 她慌张地把小安藏在一个屋子里 但结果还是被对象看到了 对象气得不听解释而去 晚上春辉在电视上 看到那个胖子被杀的新闻 内心一惊 感觉和小安有关系 第二天下班后 她留在办公室 上网查了教授说过的信息 根据搜到的一些资料 竟然找到了关于恶魔之子的书籍 她开始相信教授说的了 而此时小安体内的毒素 累积到需要释放的时候了 她正痛苦的时候 春辉回来了 拿着教授交给她的铁链 小安听话地让她把自己拴起来 同时告诉她自己已经怀孕了 紧接着教授带人出现了 他们把小安牢牢地捆绑起来 用胶带粘上嘴 打算让她自己独发而亡 春辉逃回了父母家 把自己关起来十几天都没有出门 她在家里纠结 痛苦得不知所措 后来她对象来了 以为是因为自己取消婚约的缘故 导致春辉萎靡不振 她跟春辉讲了自己的秘密 曾经因为一个渣男堕胎的痛苦经历 春辉感觉像是在说自己 她突然清醒了 赶紧回到了她的屋子 但小安已经不见了 只剩下教授手下们的尸体 此时小安已经潜入了教授的房子 教授在床上吓得不轻 赶紧起来念咒语 但这次丝毫不起作用 因为小安学会戴耳机听歌了 她杀掉教授后 又出现在春辉对象的家里 她打倒这个女人后 正要咬她的时候 碰到了电视遥控器 喜洋洋的出现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春辉对象趁机挣脱 小安却突然痛苦的无法起身 原来是孩子要出生了 她听着小安在外面痛苦的呻吟 壮起胆子出去查看 凭借自己做护士的经验 她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 白衣天使的本性让她放下了警惕 开始准备给小安接生 终于孩子出生了 两个女人之间也放下了仇恨 她把孩子交给小安 去卫生间清洗的时候 春辉赶到了 但小安已不知去向 只留下了孩子 春辉看着孩子 她想到了小安去了哪里 等她找到小安的时候 她已经撑不下去了 她跟春辉讲 那个孩子不是恶魔之子 因为她是在充满爱的时候怀上她的 希望春辉不要抛弃她 最后小安突发而忘